股王騰訊經歷了上星期急跌之後 今日積健反彈回穩 股王之前不斷創新高 現在終於等到回調的機會 未有課的是否可以上車呢? 過去一年 騰訊大調整不多 最近一次 是上個月初 被官媒追擊王者榮耀 股王在兩天之內 最多跌超過7% 不過隨即現底回升 此後升勢更加比之前更加急 再對上一次的大調整 已經是去年的10月 當時由於市場拋售新經濟股 騰訊的調整期長達兩個月 累計調整幅度達到一成半 不過之後重拾大升軌 騰訊上下星期四、五 兩日累跌6% 今早反彈接近3% 現在距離歷史積位333元 仍有一段距離 是否可以上車呢? 騰訊今個星期大事件多 市場最關心的是 星期三公佈的次季業績 市場預期順利增長四成 對上四次 騰訊業績一般性預期 或符合預期 業績後的股價 雖然有大升往跡 但亦會因為欠缺驚喜而捱沽 機會參半 不過專家相信 由於經歷上星期急跌之後 騰訊今次業績後 捱沽的機會不大 之後你有什麼閃貨 就到時候再買 但我覺得都很應該 那個牌面都算是挺好的 因為你今次調整是 借了力 你這兩天這樣堆下來 那你領路想 應該是向好的機會大些 你覺得世界會如何 有時候會 Dominate什麼公司 你想一想 你就會覺得 什麼都要有些騰訊 就這樣 另外 恆子公司優化國子 成為香港市場 中國指數的建議 詳情很大機會 在今週三一聘公佈 市場相信 騰訊和中移動 可以成為首批獲納入的股份 在季檢生效之前的交易日 同國子相關的指數基金 預計有25億元會出入騰訊 相對騰訊過去一個月 平均成交64億來看 約佔4成的日均成交 另外 由於騰訊的恆子比重 預計超過10%的上限 需要在同一日作減榜調整 預計當日交易會相當混亂 投資者需要多加留意